生命电视 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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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尤其是在人間富貴快樂 光一天的八關宰節 所以一天八關宰節把它做好 二十小節 也就是說很長的時間 都不會下地獄軌道畜生道 為什麼一天八關宰節 就可以把你好幾輩子造的惡業消除掉 八關宰節功德很大 《藥師經》裡面還特別說 就算有人或家裡老人快往生了 但是我們做兒女的 幫他守七天七夜的八關宰節 然後呢在這七天七夜 每天點四十九盞燈 每天放四十九支的生命 每天念藥師咒四十九遍 乃至多念佛多送藥師經 那麼本來快往生的人都可以變成長壽 重病的人可以好起來 八關宰節 八關宰節不可思議可以消病苦 可以消業障 可以長壽 可以死後生天 各位知道 佛陀當時候要成佛的時候 魔王力量很大 想要來消滅佛陀 不讓他成佛 那為什麼魔王頗行力量這麼大 因為他曾經做一個小廟的廟工 剛好人家傳八關宰節 他受了一次八關宰節 就因為這樣 因為他的動機不好 所以他成為魔王 至少要代表八關宰節受完了 力量很大 神通第一的墓建年尊者 有一次到天上 看到一個天上的女神 她的漂亮 她的皇宮的好看 超過其他的神 她就很讚嘆 她就問這位女神說 哇 你過去是造了什麼大的功德 告訴我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漂亮 而且皇宮這麼美 然後這個女神合掌 哎呦 尊者不好意思啊 我過去是在加瑟佛 釋迦牟利佛前面加瑟佛 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悲女 一個沒有錢幫人家做功的 但是呢 我跟著主人去參加一天八關 八關宰節 我很認真 結果 哇 就從那個時候捨報以後 直接升天 富貴自在 外表莊嚴 所以各位 你今天長得很漂亮 很美 很有錢 因為過去受八關宰節的了 在佛陀的時代 有一個國王二十五歲 整個國家非常有錢 而且這個國王長得又帥 很多人都很羨慕他 那有一天 普達國王來供養佛陀 哇 大家想說 這個國王這麼年輕 這麼帥 他到底過去造什麼因呢 造了什麼大功德呢 那等國王離開了 那大家就問佛陀 佛陀說 這個普達國王啊 上輩子是一個小奴隸啊 跟著老國王一起來受戒 他都跪在地上 因為他不能比國王還高啊 都跪在地上 但是他很虔誠受戒 那那一次國王剛好發怨 因為國王結婚很久了 沒生小孩 他想說我來受八關宰節啊 希望我能夠滿怨 趕快生個兒子啊 這樣國家就有未來了 所以他發這個怨 受完戒回去沒多久 這個普達就沒有生病 突然有一天往生了 往生沒多久 誰懷孕了 皇后就懷孕了 所以就生了這個小普達 所以佛陀說啦 你看一個小奴隸 參加八關宰節前程 現在變皇帝啊 所以各位下回來受八關宰節 把你的功能帶來啊 給他講加薪水啊 你很慈悲哦 所以佛陀也說啦 你好好受八關宰節 這一輩子沒有九種恨死 車禍死 淹死被殺死被火燒死 這些不好的死的業障都可以消除 所以各位下回來無論如何 給你兒子給你兒子給你孫子來 你還來參加我給你十條 為了他好為了你好啊 只要他參加一天 這些不好的死亡消除掉 而且每個人都希望剛剛說了長得比較漂亮 那受八關宰節不能看電視 所以眼睛漂亮 受八關宰節不能聽音樂 所以耳朵漂亮 受八關宰節晚上不能吃飯 所以嘴巴牙齒漂亮 受八關宰節不能化妝 所以自然皮膚漂亮 所以受八關宰節叫 微細相 每一個小細節就會好看 而且佛經又說 受八關宰節一切滿願 你要想什麼善願都能夠圓滿 哦 希望有總統更好來照顧老百姓 國家永遠更平安 你發這個願受八關宰節 那功德更大 哦 你最近兒子要做生意了 當然你受八關宰節除了回向眾生 那你要回向你兒子 他生意好賺錢啊 心情好 跟我來受八關宰節 他就會來跟你受八關宰節 而且他生意也會好 叫一切滿願 那佛經又說 人最後都會死的 但是受八關宰節的人 要死的時候啊 很平靜 沒有障礙 而且死了以後 除了不會墮落第一軌道出生道 你願意升天就升天 願意往生極樂世界 每一個淨土你都可以去 如果往生極樂世界 那至少第五品 第五品哦 中品終生 所以受八關宰節好不好啊 但是更重要的 每一個佛過去都是因為受八關宰節而成佛 所以佛經說八關宰節是所有佛的父母 有這個意思啦 所以簡單的說 受八關宰節 現世快樂 來世快樂 將來成佛 哇 太殊勝了 所以我早上問了我們阿達會長說 我們租這個場地多少錢 師父很貴喔 一天四十五條喔 但是我想一想 滑得來滑不來 太滑得來啦 所以隨時那個 戶持場地 昨天四十五條 今天四十五條 九十條了耶 但是滑得來 因為外面一直在做菸供 天天要放生 大家受八關宰節 如果讓你出一百條 告訴你這輩子不會得癌症 下輩子升天去極樂世界 一千條你也要出啊 當然也有人誤我說 那師父你說 八關宰節功德這麼大 那我給你參加功德 後來你回去了 我還是沒發財啊 那你沒有騙人嗎 所以佛陀說啦 你把八關宰節受完 要回向給法界眾生 用空性毫不執著 用空性保護你所有的功德 所以各位今天點燈 甘露事實 馬上要真心的 知道這個功德是虛幻的 所有有形的功德 回向給法界眾生 回向他們成佛 那這個功德就不會漏掉 就是這個意思啦 所以很重要的 各位如果譬如說 你在生病 然後你去放生 持戒做功德 回向你生病趕快好 或媽媽生病趕快好 很有用 但是媽媽生病好了 功德就沒有了 用完了 但是如果你做功德 記得 因為媽媽生病 所以你做功德 回向給所有世界 所有老人 都不要生病 願他們將來成佛 那這個功德 不但會讓你媽媽生病趕快好 而且這個功德 生生世世 一直到你成佛 都跟著你 這個很重要 用不自私的空性 去回向給法界眾生 這個功德才會永遠在 而且佛經又說 你受一天八關在界 你喜歡來世投胎做人 繼續修行 那至少六十萬事的福報 一天八關在界 六十萬事做人富貴有福報 所以各位在受八關在界這一天 多修功德 點燈 供花 放生 念經 它就會變成百千萬億倍的功德 特別是農曆 這個月 每天又加一億倍 各位這樣去算 太華的來了 所以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怎麼做可以達到這麼大的功德呢 因為八關在界裡面 包含三個最重要的修行 第一個 絕對不傷害眾生 持戒律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騙人 第二個呢 斷除欲望 喔今天 夫妻都不能一起睡覺 不能化妝 不能看電影 那所以斷欲望 第三個呢 功德這麼大 回向慈悲心 回向大家成佛 所以八關在界 包含了佛教最重要的重點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至敬其義 除了沒有貪心 沒有害人的心 又生起佛的慈悲心 所以你受八關在界 一天 等於做阿羅漢一天 為什麼 沒有殺害眾生 沒有欲望 你受八關在界一天 等於做佛陀一天 因為什麼 學習佛的慈悲心 要來利益這個世界 所以八關在界的重點 不殺身 不貪心 而且解脫的心 還有菩提心 慈悲心 所以一天下來 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所以簡單的說 佛陀要我們受八關在界 我們就恢復了解脫的自信 清淨 像阿羅漢 也恢復了我們慈悲的佛性 本性 做一個佛陀 想要幫助眾生 所以希望大家 每個月 至少要受六天 叫六災日 不然統就嘛 出一十五吃災 吃災不是光嘴巴 而是身口意清淨 那這樣 你這輩子快樂 來世也會快樂 那有人說 受八關在界要禁語 不要講話 不是這個意思 今天受八關在界 絕對 不要騙人罵人 講是非 要學我這樣 讚嘆八關在界的功德 好不好啊 讚嘆念佛的功德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學 今天你受完了 回去心情很好 你老公說 什麼 你發財了 喔 不得了啦 你要讚嘆 他下回說真的嗎 他也會來受戒 你多講幾次 多講幾次 所以以前我開公司 我也跟員工一直講 一直講 如果你們去受八關在界 加薪水一天啊 然後一直讚嘆讚嘆 喔 他們也要受八關在界 那這些員工 將來他做好事 成為佛教徒 還是在付持佛教 那非常好 所以禁語 就說 不要講不好的 但是要多讚嘆三寶 多去安慰別人 各位要學習這種生活 因為我剛剛看到後面都在講話 不知道在講什麼 要講佛法 讚嘆佛教 所以我們將來 要請我們 讚譽法師 他代表我住在雅加達 每個月至少一次兩次 跟我們傳八關在界好不好 讓我們大家 小野障 改變命運 我們要禮請 所有佛菩薩 祖師大德來加持 我們也要禮請 所有護法神來保護我們 今天呢 是以真正的修辭來做供養 這很重要喔 供養佛用水果很有福報 但是水果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我的願 我最好的功德 要供養 修行的功德 供養佛菩薩 所以由 東西的供養 變成修行的供養 那就更進一步了 但是希望大家 今天 拜佛 是為了什麼 不是為你自己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 代表所有華人 所有印尼人 七十億的人類 所有老人 所有病人 替他在拜佛 進一步 你的身體 代表所有動物 惡鬼道 地獄道 也簡單的說 為所有眾生 你的身體 代替所有眾生 在拜佛 就像媽媽生病 媽媽沒辦法拜佛 我們做兒子的來替他拜佛 哇 這個孝順功德很大了 所以各位用這種大悲心 替眾生拜佛 替眾生懺悔 替眾生修功德 那你就是大乘佛教 很重要 順便還要做一個思想 想什麼呢 我要向冤親在主懺悔 所以我替他受八關在戒 受八關在戒功德 要回向所有冤親在主 甚至媽媽在生病 我今天用我的身體 替媽媽拜佛 替媽媽的冤親在主 受八關在戒 回向給他 那就升起一個 為別人為眾生的心態 這樣很好 特別今天有三位法師 一起來帶 等於各位今天 拜了三倍功德一樣 所以更要認真 老實說 我覺得印尼的菩薩 要多請一些經典 看不懂沒關係 在家裡拜 因為過去是拜的太少 這輩子不會看中文 不會看藏文 你看不懂佛經 浪費啦 只會看鈔票 那很浪費啦 所以各位要拿一些經典 供在家裡拜 要這樣想 在大乘佛教的聖堡 所有菩薩 觀音菩薩 地藏菩 文殊菩薩 他早就成佛了 但是他願意陪我們修行 帶著我們修行 所以叫生且 還有這個世界上 有這麼多祖師大德 特別我們印尼過去的 體鎮老和尚 很多祖師大德 我們都要離請 今天要念著我的師公 中道常上 真華長老上真下華大和尚 來加持觀想菩薩 觀想祖師大德來加持 一個人要修行 一定要有福報 健康 有錢 口才好 好的老師 那這些都要靠護法神的 就像做生意人 沒有財神 沒有土地工幫助他 沒有公司的員工 好的會計幫助他 他事業不會成功的 所以雖然我們是三寶弟子 但是我們要感恩護法神幫忙 所以現在要離請二十四護法諸天 所有護法神來保護我們受戒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持戒的功德 那護法神也可以得到 將來成佛的功德 那現在大家再來觀想 做供養 供養三寶 供養所有的護法諸天 再念一遍 所以念一下 香花燈土果 茶十寶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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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正寶 七正寶 八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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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共品 所有共品 供養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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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養護法三神 祥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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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重要的 我們要帶著所有眾生懺悔 一個人的命運快樂或痛苦 決定在他的善業跟惡業 所以印尼有很有錢的人 印尼有很漂亮的人 印尼也有很可憐的人 世界都一樣 那這個人快樂或痛苦 決定在他的夜報 什麼叫夜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 嘴巴跟心態 這三個合起來做的 就造成一個業力 所以我們要把不好的業消除掉 然後呢 用我們的身體嘴巴心去造善業 但是惡業善業 決定在哪裡呢 你的心態 佛教易於任何宗教 就在這個地方 心是命運的主宰 整個世界好壞 不是決定在佛或神 人的心淨化 世界就沒灾難 人的心不好 你自己也不好 家庭也不好 公司也不好 然後呢 世界就多災多難 佛陀提出這個真理 我們的內心如果有貪嗔痴 為什麼會有貪嗔痴 我質 執著我我我我我我 大家都聽我的 用我的想法來做事情 不知道根本沒有這個我這個東西 你還有什麼想法 所以因為有這個我質 起了貪嗔痴煩惱 你的身體嘴巴心就造業 所以痛苦啊輪迴啊 所以了解這個道理 各位呢不要再造惡業 心裡不要再起貪嗔痴 這個叫懺悔 你已經知道錯了幹嘛繼續錯呢 你為什麼會心臟病 因為脾氣不好啊 改一下心臟就不會亂跳了 你為什麼會山高血那麼濃 貪痴啊 貪癡癡啊 哎呦 哎呦 腰痛啊 要拜不拜婚了 那所以你的心態 就會讓你的業成熟 那你心態改變了 不要再造惡業了 哎 命運就改變了 這很簡單 所以上回有個老菩薩問我說 我師父啊 腳很痛啊 腳痠痛啊 我旁邊的法師說 他很愛吃貴腳啦 因為腳痛啊 那有個老菩薩說 我師父啊 五十肩呢 我旁邊的法師說 他愛吃貴十肌啦 雞翅膀 師父啊 皮膚不好 愛吃魚啦 所以各位 你如果沒辦法現在吃素 至少找一十五吃災 愛多懺悔 這樣小病就不會變大病 慢慢把它淨化掉 很重要 還有一位老菩薩問我說 哎呦 師父 生地痠啊 痔痠啊 我旁邊的法師 愛吃雞翅膀啊 但還在他痔痠裡面啊 所以 各位不要欺負動物啊 你把它吃掉 它就附著在你身上 就變什麼 然後你就會很痛苦啊 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很多女孩子得乳癌 得乳癌 得乳癌最大的因呢 就是很喜歡喝牛奶 過去是買賣牛奶 傷害母牛 再加上自己呢 會生氣會抱怨 她就會發作 所以得乳癌的人 千萬不要喝到牛奶 忍悔喔 放幾隻母牛 再來 不要咳咳癌 不要咳咳癌 不要生氣 她就不會發作 這樣就會 好了 女孩子感情不快樂 因為你有感情 冤親在主在你身上 你要跟她忍悔 跟她超度啦 你的感情就會快樂一點 希望各位每天 至少晚上 一定要這樣忏悔一次 好不好啊 非常重要 帶著你兒子 帶著你媽媽 她不能跪合掌就好 每天念三遍忏悔祭 每天念三遍忏賢菩薩 不要等到生病了 開刀又來不及了 每天都要洗澡 對不對 身體才不會癢啊 每天都要忏悔 那這樣呢 就不容易生病 消业障 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 因為造惡业 如果是傷害到眾生 那你就會有淹親在主 所以當你不管哪裡痛 或是感情不順利 或是事業不順利 那這一定有業障 有淹親在主 那你就針對這個去懺悔 不要怪別人 如果你的先生外面有女人 你會一直罵他罵他 有時候你不了解 是因為你身上有個感情在主 他故意要讓你先生來傷害你這樣而已 有時候你的小孩子都不聽你話 很壞很壞 你認為小孩子不孝順你 不一定 因為你墮胎了胎兒 不超度他 他就附在你小孩子的身上 讓你很苦很苦 如果你把你懺悔 墮胎胎兒超度 小孩子就變乖了 這一點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有比較嚴重的病 甚至得癌症 大部分都有一個殺業在主 就是說無量事之前 你把一個人殺了 然後呢他現在呢 就來找你報仇 就會讓你得癌症 車禍 前一陣子我們有一位 國外的人到台灣來玩 結果不小心就跌倒 一跌倒 頭撞到頭 隔天就